新冠疫情也耽误了时装界的大事 很多大牌的新品发布会不得不延期 而美国名牌Coach 今年决定在网上公开2021的春季新品 不过这场线上发布会 虽然缺少了些许现场的气氛 以及诸多名流的助威 但依旧也发了众多网民们的热议 俗话说文体不分家 时尚界的达人经常会有体育界的明星前来客串 这不今年Coach就请了NBA篮球运动员林书豪 成为了今年的模特之一 林书豪作为亚洲许多青少年的偶像 想必会给Coach引来更多的亚太区销量 但没想到的是 他的两张造型照却出事了 只见他穿着长衫配吊脚西裤 脚灯脱鞋加棉袜 网民大呼受不了 难道Coach今年主打中国农民风吗 Coach今年在YouTube影签的方式发布2021年 春季新款造型单品 主题为Coach4Ever 品牌创意总监Stuart Wevers表示 希望把衣服融入生活 于是找来不同行业及国籍的人 包括音乐人 演员 艺术家等成为模特 其中林书豪亦有份参与拍摄 不过他在中国系列的造型照却相当的吓人 根据图片来看 林书豪的造型照在黄色烟雾弥漫的草原下拍摄 不知是否刻意营造原始草原感觉 像片调的金黄色 就像从长辈床头柜中拿出的珍藏旧照一样 对于这个风格 网民纷纷惊呼被吓到 更一面倒地表示 难以理解吊脚西裤配穿袜凉鞋的独特潮流 再加上长绿与衬衫 反而更显得老套 根本就是中国十八线乡下的农民风 是爷爷时代的照片吗 我果然不懂时尚圈了 终于明白不是个子高就能当模特的道理了 有网民笑言 林书豪应该是被大整骨 是得罪了造型师吗 还是准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好像找错了人的感觉 据了解 这次所有造型照 均由得意时尚摄影师 Eugent Hauler操刀拍摄 不少造型照已在户外 他曾包办了Mark Jacobus 从1998年到2014年 所有的系列形状照 亦曾和Celine Vivian Westwood 与Palace合作 而这次扣持的系列产品的特色 是采用天然染色皮革 制成可回收材料 再经过设计 成为大家日常会用到的手袋 以及各种新旧和怀旧的物品 中国不知不觉 在这几年中逐渐成为了 时尚奢侈品的钱袋子 众多大牌纷纷在中国开设门店 以及请有中国背景的明星来代言 而在美国土生土长的Coach 在本国经济疲软的情况下 更是聚集扩张国际市场 而其中 也把中国当成了主战场 我们拿过去几年的数据统计来看 在北美地区 Coach2017年关闭13家门店 2018年关闭17家 2019年关闭11家 从419家一路减少到391家 而国际市场 2017年新开21家 2018年新开42家 2019年新开10家 从543家增加到了595家 中国更是新建起了物流中心 用于满足来自中国地区增长的需求 可以感觉到 Coach在这场疫情期间的特别发布会中 也是下足了功夫 请了华裔代言人 找了德意摄影师 奈何他们天马行空的想法 着实无法迎合当前中国 众多消费者的胃口 这才酿成了这场闹主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